欢迎收看新光体育课特别节目奥运小教室 我是你们的体操小老师财云 那我目前的武林已经20年 在国内的最佳成绩是全国体操锦标赛团体项目的冠军 但日前因为手术关系已经退役了 目前是在从事运绿体操商业演出以及教学的工作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这次竞技体操代表的选手总共有五位 分别是男子成队团体项目里面的 李志凯 尤朝伟 肖又然 还有唐嘉宏 但这次非常可惜因为尤朝伟选手他在赛前的时候 正代受伤了所以临时替补为红元席选手上场 那在女生的方面则由丁华田选手 他目前才18岁而已 就已经踏上了我们奥运的殿堂 我们非常期待他的表现 那说到这次最亮眼的 就是才年仅不到20岁的丁华田选手 他可以说是我们的体操精灵 他的成绩非常亮眼哦 他在2017年的全国运动会里面拿到了女子全能体操的金牌 更在2018年的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之中 获得了女子组平衡目项目的第10名 接着更在2019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中 获得了对史首面的平衡目女子项目的金牌 更在2019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中 获得了对史首面的女子项目平衡目金牌 他是我们台湾第一个国际体操总会 以一个新动作命名的选手 也就是我们的丁丁跳 难度的总分是0.4分 可以让国际体操总会为了一个选手 设立一个新的动作是非常难得的 另外一个众所瞩目的便是李志凯选手 可以堪称是我们的安马王子 他除了2019年在世界大学运动会 获得了安马金牌之外 也在2019年的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 安马获得了银牌 那大家可能比较认识这位选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常想到体操会想到什么电影呢 翻滚吧男孩吧 他在翻滚吧男孩的里面担任了蔡氏长凯的角色 那时候他才很小才是国小的年纪 李志凯选手除了在翻滚吧男孩 可以看到他非常小刚开始练体操的时候 笨拙的可爱的模样以外 也可以在翻滚吧男人看到他经过十几年训练之后的成长 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去看的 翻滚吧男孩他其实呢是分成三个系列的 首先是翻滚吧男孩是在李志凯小时候 进行拍摄的纪录片 接着有大家看过彭于晏演出的翻滚吧阿信吗 他其实是第二部曲哦 第三部曲则是翻滚吧男人 也就是记录李志凯他继续长大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也就是你可以发现翻滚吧男孩 他在里面同梯一起练习的所有的选手 长大后只剩下李志凯一个人自己 还留在体操这个舞台上 其实体操这条路是真的非常辛苦 能支撑下去的人是很少的 要说到李志凯的话 就一定要提到他的招牌动作 汤马式回旋 他在安马上的汤马式回旋是非常标准的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因为他甚至被国际体操总会定义为 他是安马上的汤马式回旋的教科书 这真的是非常厉害的里程碑哦 奥运体操项目这么多种 大家分得出来什么是运绿体操 什么是竞技体操吗 运绿体操的话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为女生上场 你可以轻易识别的是 我们其实运绿体操手上是有拿着器材的 可以简称为手具 竞技体操则是在不同的器械上 进行翻滚跳跃等动作 那在运绿体操里面手上的器械有这么多种 我给大家介绍有哪有哪些种类吧 包含了很像呼拉圈的环以及球 还有棍棒跟彩带 那在团体项目里面是更特别的 团体项目里面总共会有五个人一同上场 在里面会有两个不同的比赛项目 分别为五个人持着相同器械进行舞蹈 另外一个则是由两种不同的器械做替换 那这个规则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每四年就是一个奥运周期 我们都会替换不同的器械 也因此观众可以看到更多 在计分规则的方面 大家看到转播结束后 都一定很想看得懂 选手的总分到底是多少对吧 荧幕上这么多的数字很难看得出来 那就由我来跟大家介绍 首先在运绿体操的比赛 可以看到最左边有一个低开头 也就是我们简称的低分 它是进行难度的动作 也就是看一下选手他们的身体难度 接着是我们的一分 也就是执行 检视选手他们在难度进行的时候 是否有一些细节不完美的部分 裁判会针对这个部分进行扣分 再来是犯规的部分 也就是开头的P这个单字 犯规的部分 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意外的状况 例如说选手的器械已经飞出界外 或者是说音乐跟选手的音 它的时间长是没有搭配在一起的 这种时候就是比较严重的违规扣分 最后黄色的score则是我们的总分 现在你知道如何看出我们的总分是多少了吧 在运绿体操的动作组成的方面 看起来很复杂的动作 其实是有一套规则跟逻辑的 包含了身体难度上我们分为三大种类 分别是旋转、跳跃以及平衡三种身体的难度去做结合 再来则是我们跟手具之间 我们进行器械上花俏的变换 那可以分为抛接 也就是抛到非常高的空中 做翻滚之后接到 以及我们的AD 也就是一些比较花俏的小技巧 接下来竞技体操这么多种类 我们要怎么知道哪一天比的是什么的项目呢 就由我来跟你们介绍 男子项目总共有六个 分别为地板、跳马、吊环、鞍马以及单杠跟双杠 总共是六个项目 女生的话则有四个项目 分别为地板、跳马、高低杠、平衡木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男生跟女生共同有的项目为地板跟跳马 其余的话则是只有男生有的项目为吊环、鞍马、单杠以及双杠 女生则为高低杠跟平衡木 那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是 其实在竞技体操里面不同的选手会有不同的肌肉形态哦 这是为什么呢 男子项目六项里面上半身进行上肢主要为主的运动 共有四项 而下半身以腿为主的运动只有两项 这就是为什么男生的项目 他们的上肢肌肉是比较发达的 而在女生四个项目里面 仅有一项运动是以上肢为主 其他三项则为下半身腿为主要的肌群 所以你可以看到女子竞技体操的选手 她们腿部的肌肉是相对发达的 在竞技体操里面 我们这次奥运里面共有四个不同的赛事轮回 首先最先开始的也就是7月24号跟7月25号开始的资格赛 第一天为男生的资格赛 第二天为女生的资格赛 资格赛是什么呢 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哦 因为他是最一开始选手可以根据资格赛的成绩 而决定是否能进入后面的决赛 所以后面的决赛目前的名单都是不确定的 因为要根据资格赛来判断谁可以进入决赛 接着选手会开始进行的是团体 也就是成队竞赛 在我们这次的赛事中 男子中华队代表的便是有出赛团体项目 也就是我们会有四位男生选手一起进行团体的决赛 我们会根据资格赛取出前8名的国家进行团体跟成队的决赛资格的筛选 那紧接着是个人全能的赛事 个人全能的成绩便是从我们的资格赛中挑选前24名 所有项目加总起来最高的选手 进行个人全能决赛 那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为了不要让强国 他们占据了前面的名额而失去了我们比赛的可看度 因此每个国家只会最多晋级两名的选手进入个人全能决赛 那在个人单向决赛的部分则是根据我们资格赛里面 挑出每个项目里面前8名的选手进行个人单向的决赛 总共四个这么复杂的赛制 你高动了吗 其实体操会这么复杂 是因为我们每次比完奥运之后 都会进行许多规则的更动以及赛制的改变 所以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调整 那我们其实以前呢 有听过竞技体操的团体赛制有过6-5-4 或是之前实施过的5-3-3赛制 今年则是实施了最新的4-3-3赛制 什么是4-3-3呢 4第一个数字代表的是 总共团体里会有四个人出赛 所以这次中华队代表男子团体出赛的总共有四个人 第二个数字则代表着 我们可以选出三个人去参加每一个项目的比赛 最后一个数字则代表 我们会选取每个项目里最高的几个人的分数 所以4-3-3代表的就是 总共会有四个人参加比赛 我们会选出三个人代表出赛 最后统计的时候 会选取最高的三个人作为总分的统计 那么在竞技体操的计分规则上面 大家印象熟悉的都常常是电脑里面 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广告里面会有举牌 然后说十分满分对吧 那现在其实规则已经大大不同了 我们一样分为低难度分 它是进行累加的 选手们总共会进行不同的动作编排 裁判会选取里面男生是选取十个动作 女生则是选取八个动作 进行我们分数上的统计 那在一执行的方面 也是我们会从十分满分里面进行倒扣的 每一些细节做不好 例如说落地不完美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从执行进行扣分的 所以难度是往上慢慢累加 执行则是慢慢倒扣 最后把两个分数加在一起 才会成为我们最后的总分 所以十分满分 其实从2004年后 体操协会为了想要跟 体操协会为了想要鼓励选手 增加自己动作的难度 已经变成没有上限的 十分满分不再是 大家印象中的样子 竞技体操的项目这么多 裁判以及计分要怎么算呢 我们总共有九位裁判 总共会有五位裁判进行一分 也就是执行 而有两位裁判会进行难度的评估 其他两位则是会在其他问题产生的时候进行确认 在地板项目的方面 男生跟女生的时间长是不一样的哦 男生必须要在70秒里面完成所有动作的进行 并且他们在每一个空中翻腾下来的动作时 双脚都必须同时落地不能张开 而女生的话则是会搭配音乐 进行90秒的动作 那女生的话落地的规则比较不一样 我们落地的时候可以一脚在前一脚在后 也因为配上了音乐的关系 其实艺术上的渲染力 以及现场的气氛 都是选手评分非常重要的关键 而在跳马的部分 男生跟女生虽然都有跳马的项目 那其实这是进行非常快的 因为除了跳马是在空中进行很快速的动作以外 其他项目都是进行一个连贯的动作的 所以跳马其实是动作进行比较快的 男生跟女生助跑的距离最长都是25公尺 但是啊男生的跳马 他们其实高度是不同的 男生的跳马比较高 女生的跳马机械则是比较低 但也因为女生的跳马高度比较低 可以做的动作变化是更多的哦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男生才有的项目 分别为安马还有吊环 安马的话它其实是难度最高的 因为安马的面积这么小而且滑滑的 但是却要在上面进行一连串10个左右的动作 其实这难度是非常高的 但我们的国家代表队李志凯选手的专长 却是安马堪称是安马王子哦 那在吊环的部分呢 吊环在空中飞了这么多圈 动作这么多 什么时候裁判才知道要开始评分呢 你可以仔细看看 选手他只要一离开地板 往上抓住吊环的时候 这就是裁判开始评分的时候了 那另外则是单杠跟双杠 这也是男生才有的项目 单杠的话也是我们唐嘉宏选手 非常非常厉害的项目 双杠则是由双脚同时离地之后才开始评分 那在看比赛的时候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在单杠项目的时候 因为选手需要进行非常多的摩擦 所以他们手上其实都是带有护具的 非常非常的辛苦 常常看到体操选手 他们手上都会有手炮啊 手炮是什么 常常看到他们的手上都会有水炮 以及流血的痕迹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在女生的项目 女生才有的项目里面有高低杠跟平衡目 高低杠的话你也可以看得到 女生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会带护具 而且他们其实高低杠的高度非常高 下来的时候常常需要有教练在旁边做辅助 那他们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呢 落地的姿势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动作的稳定度 这些都是评分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平衡目其实可以说是女子体操项目里面最难的一个项目 为什么呢 平衡目它其实总长是五公尺 高就已经是120公分 然而他们踩在上面的时候 其实宽度只有10公分 所以每一点点小失误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此平衡目可以说是女生里面最难的项目 那平衡目跟女子地板其实是很像的 因为他们也是搭配90秒的计时限制去把动作完成 那我们也有先收到一些学员的问题 其实一路上练习了20年来 已经看到台湾对于体操这个部分的环境 已经改变了许多 不仅有越来越多人认识了体操这个运动 政府也设立了一些训练战等等的措施 帮助选手有更好的训练环境和资源 那我个人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其实之前透过电影《翻滚把男孩》 以及《男子竞技体操》的成绩 其实我们普遍台湾的民众是相对了解竞技体操这个运动的 然而运绿体操因为它的起源国在东欧 比较容易夺牌的国家也分别可能是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这些欧洲的国家 所以其实台湾运绿体操的环境 目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但很开心的是我们在2017年台北市大运的时候 女子韵律体操的团体项目获得了银牌的成绩 也因此有更多的民众了解了这项运动 接着又有瑞莎成立了不同的俱乐部组织 让我们能够更了解这项运动 这都是我非常乐见的进展 那其实运动伤害的部分首先是身体 其实我们的膝盖常常会因为做很多幅度比较大的跳跃 所以我们掉下来的时候 其实膝盖的负荷还有脚踝的负荷是相对比较重的 还有因为我们常常需要踮高我们的脚 所以我们的脚踝很容易有扭伤的情况发生 所以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那其实还可以看到我们常常刚刚简报里面的动作 有一些比较是跳跃的时候会凹着我们的腰 或者是把脚举到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的髋关节以及我们的后背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需要刻意保养的部位 另外还有其实运绿体操是需要控制饮食的运动 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比较纤细的体态 所以其实常常是需要节食的 像以前我在赛季前其实前半年我可以每天都只吃一颗蛋 或是一个三明治这样度过半年等到比赛后才开始正常饮食 那其实我们的饮食是很容易失调的 也常常导致一些荷尔蒙跟激素会有混乱的倾向 那很庆幸的是近几年台湾的体操环境已经越来越好 我们逐渐的开始使用越来越科学化的方式去进行选手的饮食控制 以及训练方法的调整 所以越来越期待未来台湾体操环境的训练方式会有什么样的进展 其实小时候我是非常活泼的 所以我的妈妈她就带我去学了一些舞蹈 希望可以消耗我一些精力 我去学了桌球 去学了打鼓 直排轮 芭蕾 民俗舞蹈 可是呢我回到家的时候还是依然非常的活泼 妈妈都管不听我 她想要叫我安静想要叫我做好 可是我都没有做好 我还是很非常非常的活泼 后来妈妈就决定带我去练体操 结果练完体操因为运动量太大了 所以我每天回家都很早就睡觉了 或者是在练习的时候 回家因为还是非常想练习 所以会一边看电视一边劈腿 或者是一边做非常难的体操动作一边练习 算是成功达到妈妈的目的了吧 说到韵律体操 大家可能最近看到新闻会想到的会是瑞莎的瑞兴韵律体操俱乐部吧 其实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是因为台湾目前没有俱乐部形式的韵律体操相关的组织 然而这在国外已经行之有年了 所以其实我们在出国训练的时候 常常都是到不同国家的体操俱乐部里面进行训练 那跟台湾的体制比较不一样的是 台湾其实目前都是以学校或者是县市为一个训练单位 大家都在同一个组织里面 都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县市的 可是当进到瑞莎的体操俱乐部之后 会有不同的县市不同单位的选手一起进行训练 大家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而进到这里练习 所以是不分地域以及不分单位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瑞莎非常特别 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汇集了不同的选手 所以他汇集了不同的选手 进行了激发彼此潜力的训练 在国内的话 竞技体操跟韵律体操 其实我们都有每两年一次的全国运动会 每年也都会有全国锦标赛的进行 其实台湾相对来说 体操的赛事是没有这么多的 但近期我们有瑞星杯 那除了全国运动会以及全国锦标赛 这两个重要赛事可以看到优秀选手的表现以外 其实体操常常有一个状况是 得牌的选手往往都是同样几个人 为了避免这样子的情形 让所有的选手都有他们发展的舞台 近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县市邀请赛 可以给选手不同发光发热的机会 也介意让我们的国内代表出赛的选手 可以有更多的舞台磨练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体操的开始的年纪 其实是非常小的 因为我们需要有柔软度的培训 所以他必须要在很小骨头还没开始进行以前 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柔软度的训练 像我本人是五岁的时候开始训练 其实已经稍微有点晚了 很多我的学生都在三岁左右就已经开始进行训练 而我们的为什么要这么早开始呢 其实我们的年纪是非常有限制的 我们不像篮球或是棒球可以在三四十岁的时候还继续进行 因为要求高度的柔软度以及身体素质 所以其实我们的巅峰常常是在高中 你也可以看到有些世界冠军 有些世界冠军他其实是十六岁左右的 因为那个时期是韵律体操选手最棒的时期 很多选手都在大学进入大学前 或者是大学毕业后就马上退役转为教练 所以其实我们的寿命 其实我们的运动生涯还是非常短的 那现在就是来打破民音的时间 那现在就是来打破民音的时间了 为什么大家都会说体操训练好像会让小朋友长不高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像刚刚说过的 竞技体操选手男生跟女生也会有不同的肌肉分布 因为他们使用的肌肉肌群不一样 也会造成发达的部位不一样 而在竞技体操的方面 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在空翻 前空翻后空翻的时候 他们需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其实竞技体操在身材的选材上 身材比较小比较矮 其实身高比较矮反而是一个优势 因为在翻滚的时候 以及在空中做腾翻的时候 会有速度上跟力气上的优势 而在运力体操的方面 运力体操其实是没有身高限制的 但我们会优先选择身材纤细 以及手跟脚比较长 这样子的话在视觉上 我们做一些举角的动作 以及空中飞跃的动作 视觉比例上是相对好的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